姚敬南他在2013年世纪赛中获得个人性能力 姚敬南其实在运赛并没有拿出自己的最高难度 因为他的脚步还有一些伤 所以说为了保护运动员 所以他的动作没有完全都采用 开场转 一线零八 非常的 就是做得最好的 对 那落地也比较稳 现在看到姚敬南 对前两年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脱胎换骨特别大气 五百四 九百 也是落地很好 很准确 这样就减少了一种的扣分 这才是应该展现出来的一位国际一线体操选手 所应该有的那种气势 哦 这个转体也做得非常好 这样的话在这个动作的难度认定上就没有疑问了 好 好 好 回去两周 一小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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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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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风格也是不同的 它今年在完成两个众周专体 108挂窜了900的时候落地都非常好 但最后驱两周和后团两周的时候都往后迄了一步 我们来看一下姚晶楠 他跟商春松 第二 因为他难度分要低于商春松 大概是有0.6左右了